两个父爸爸的故事 爸爸 我们家为什么这么有钱 一个可爱的小男孩 跑到他爸爸的怀里撒娇 突然抬头问了这句话 为什么这么问爸爸呢 因为玛丽亚说 我们家很有钱呢 他说 他的朋友们的老板 没有一个像我们家这么有钱 爸爸 我们家真的很有钱吗 爸爸摸摸小男孩的头 仿佛陷入回忆 许久才回答说 大学还没毕业 你爷爷就给了我十万元创业 后来我不断努力 开了一家每年赚好几千万的公司 哇 爸爸好厉害哦 又过了几年 爸爸看到非洲很多穷国 没有人去 这是机会 爸爸就做了跟别人不一样的事 特别跑到那些国家去投资 小男孩 小男孩骄傲地对爸爸说 爸爸真棒 我懂了 以后我长大 也要拿十万元开公司 而且要开得比爸爸的公司更大 没想到 爸爸轻轻敲了一下他的头 你懂什么呢 后来爸爸的公司就倒了 幸好那一年你爷爷过世了 我就继承了他几百亿的财产 变成了全国第三有钱的人 哎呀 我们还是来听另一个故事吧 有一个爸爸 被孩子们问到为什么这么有钱时 总是轻轻待过 因为爸爸有一位好爸爸 他什么都给了我 所以我们家很有钱 两个孩子不满意这个答案 又跑来问妈妈 爸爸在吊我们胃口 爷爷以前不是矿工吗 拿有什么钱给爸爸 我们家有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他妈妈就笑了 孩子 你们爸爸在地上有一个穷爸爸 可是他在天上还有一个富爸爸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爸爸和我说过 他虽然很努力 可是处事的智慧是天赋给的 机会是天赋给的 好朋友是天赋给的 健康的身体也是天赋给的 不但这样 天赋还给了他一个好妻子 两个好孩子 一切都是天上的父亲给的 否则他什么也不是 哦 他知道天赋给他这一切 不是只为了他自己 所以他第一年创业 就拿出八分之一的所得 给教会和穷人 到了第五年 他的事业已经大了几十倍 他改成每年拿出四分之一 妈妈脸上带着一种幸福的光彩 现在他每年都拿出四分之三 自己只保留四分之一 可是他拿到的还是一年比一年更多 而且每一天他都会记得和妈妈睡前祷告 为了这一天感谢神 为公司的部署祷告 甚至为商场上的对手祷告 所以在妈妈心目中 不管外面的排名怎么变 你们爸爸永远是最富有的男生 孩子们不禁欢呼 越给就越有耶 爸爸好棒 有的父爸爸 明明受了上一代的避应 对外却只提起自己的奋斗史 有的父爸爸 靠自己打出了一片天 却把荣耀归给神 把果实分享给众人 亲爱的朋友 你是哪一家的孩子呢 让我们找对爸爸 开始这一天的冲刺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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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深之处 分享让更多人认识这位赐福的神 声缓